优美旋律从萨克斯丰倾泻而出 妇产科医师张皱荣是萨克斯丰的爱好者 这回他发起一项创新活动 参见把萨克斯丰一起在台南市体育场想起来 这是一个很盛大的可能也是台湾空前的一个很大的音乐的活动 张皱荣是台南知名妇产科名医 行医三十多年接生过万名新生儿 毕业于国防医学院的他 担任过国防医学院全国校友会总会长 2022年获颁医疗典范奖 虽然身为济世救人的医师 但他从来没忘记过小时候的音乐梦 除了热爱音乐三十年来致力推动音乐教育 培育出许多优秀的音乐人才 甚至把自己心爱的千辛名琴 法级欧利钢琴捐赠给新银文化中心使用 享有新银音乐教育推动之父的美名 在总统上任前 前一天他也讲了一句话 让我很感动 他说我们现在要让台湾上架国际 那蔡英文总统也说台湾要走出来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 所以我们办这个活动 让世界听见台湾 让大家知道台湾是一个音乐艺术岛 张照荣这回号召前台三千位 萨克斯丰同号 齐聚一堂演奏萨克斯丰 来打破金市记录 除此之外还将邀请国内外萨克斯丰乐团 管乐团等一起演出 让这场萨克斯丰金市世界纪录活动 成为一场音乐艺术嘉年华会 也希望透过这个创举 让世界听见台湾 明日新闻正容文陈佩馨 台南报道 明日新闻三千拍板